为余嘉义民雄的省道肉包 成立至今六十余年 二十四小时营业 店内设有用餐区 让消费者不论何时前往 都可以吃到热腾腾的肉包 早期省道交通繁忙 但是店家稀少 省道肉包是唯一全天候营业的商家 就是奶奶开始做的时候 那时候这边没有什么上进 看有没有7-11 那时候这边的省道交通蛮便利的 那时候大车还有一些 做生意的都会在这条路上面走 那他想说那就是不要休息 那半夜的司机也有东西可以吃 后来听没有说还是有 如果半夜讲到东西吃的时候 还是可以套路下这里 除了包子外 还有各种中式餐点可供选择 慢慢就是顾客有反应说想要吃什么 然后就慢慢评一下就慢慢增加 省道肉包在网路上被评为民雄必吃美食之一 而良好的地理位置吸引不少路过的游客 省道肉包将店内招牌的包子包装成礼盒 作为伴手礼饭售 客人带的系带的话比较方便 可以手续送你 就主要是方便的 那因为现在人送你的话 就是会挑一些比较地方如性的小时 然后也不用花太多钱 那可能送给人家蛮方便的 明亮的招牌在省道上特别醒目 全天候提供餐饮 简单俐落的装潢与户外用餐区的布置 加上贩售商品多元 即使现在的省道上餐饮业凌厉 省道肉包也能维持竞争力 中正一报蔡志诚林家宇嘉义民雄报导 游客注农肉包 楼苇股 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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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苇股